牧师 师母 家人们平安 很开心在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 我是从小生长在妙与比 西北还多的台南 虽然我家中长辈爷爷姥姥是基督徒 但是因为我爸妈都是拿香拜偶像的 所以我就也没有很坚定的信仰 长大后呢我也跟着妈妈朋友到处去拜偶像 或者是工作上的需要 初一十五我也都有要拿香拜拜求平安的习惯 出生会后在台北工作成家 稳定发展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直到因为我儿子的出生 我整个人生大翻转 因为我儿子是罕见疾病的孩子 他从一出生就开始承受着擦鼻胃管 抽痰各种仪器插在他身上 那种大大小小的开刀手术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也因为病痛 一直是处于哭闹的状态 完全没有任何的笑容 他就是一个在死亡边缘当中 抢救过来的孩子 因此我为了寻求平安 还有孩子的健康 我到处更努力地去拜各大庙宇 只要哪里听说有领验文的我就去拜 甚至于我还请我的朋友去公庙 帮我询问我孩子的状况 朋友后来告诉我 他问完的结果就是 你的孩子不久将离开人世了 你赶快去买白米 为他不失 回向给他极功德 当时我惊吓得没有办法成眠 一直处于忧虑焦虑的状态 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 我就自己心里一直默默地承受这个苦闷 一直到我的婚姻最后状况也出现了 更是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有退路了 已经是跌到谷底 也没有盼望 甚至于我就想带着我的儿子一起结束生命 这个黑暗的影子也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一直到某次 儿子的小学老师 他热情地邀约我参加教会的中秋节烤肉活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真的好温暖好温馨 所以我就答应了他的邀约来到教会聚会 接着开始参加小组的聚会之后 教会中的姐妹们一直不断地鼓励我 安慰我 更是常常为我们全家祝福祷告 真的很神奇 我祷告的无论大小是 主耶稣都垂听 每一次都有赤下恩典 让我的心里面有了更多的平安和 那个坚定的力量 有一次我跟我们小组长去路边发农历七月的福音单章 我看到小组长为主服事 他那个坚定又好像没有害羞的神情 让我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他可以为主 这位这位主这么的爱这位主 我就决定受洗 因为我想要更认识这位神 受洗之后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奇事 最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夜晚 儿子突然开始身体不舒服 他突然就举起祷告的手说 耶稣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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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持续不断的说 我就 一直安慰他说 妈妈会为你祷告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突然的发烧 开始呕吐 手脚甚至抽动 我更是紧张的一晚不敢合言 一直到隔天早上 我带着孩子到家附近诊所看诊 医生建议我 赶快送到大医院急诊 但是我和先生商量过后 决定带孩子回家休息吃药试看看 回到家中之后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姐妹朋友 请他们为我儿子祷告 我自己也不断地祷告 感谢主赐下恩典 垂听祷告 儿子当天下午 烧也退了 也不再呕吐了 感谢主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 儿子自己会依靠主耶稣 我内心的惊奇和喜乐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说明 我只能说 有主耶稣真好 去年七月我全家 从台北搬来台中的时候 我因为人生地不熟 没有朋友 我对环境也不太适应 甚至于我也很担心孩子的一些 就学适应问题还有未来 身体我也一直出现状况 我就一直觉得 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我就好想搬回台北哦 一直到我开始 想起要求助神 迫切祷告 求主带领我 找到一间适合我的教会 感谢主带领我来到丰富教会 来到教会以后呢 我会分配到小屏小组 小组竟然就在我家后面 刚走路只要五分钟的白妈妈家 真的太奇妙了 我进到小组以后 认识了很多热心热情热血的姐妹 他们帮助我 解决了我生活上很多的不方便 我的心情就有平稳下来 也觉得有了平安的力量 儿子也因为这样就开始 逐渐的有适应学校的生活 甚至于常常被老师夸赞 是学校的模范生 现在更是家里面的小帮手 常常帮我倒垃圾啊 或者是买早餐 更是抢着做的孩子 我前阵子也常常莫名的在头痛 我到处看医生吃药求诊 都没有办法治疗 我就请小组姐妹为我祷告 我自己也常常在不住的祷告 求主医治 求主医治 突然间有一天 我莫名的发现 我的头痛都好了 上帝真的很信实 他帮我从找孩子的去处 还有小组教会 他都帮我安排好了 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神 更重要的是 我因为来到丰富教会 小组长他要鼓励我追求神的生活 让我进入教会的装备系统 我就因而参加了教会的门徒养育课程 让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突破 也因为在生命跟心意里面得到方言 让我的祷告生活更丰富了 我真的很感谢主 让我能够 虽然在起初 小组长要我参加的时候 有很多的抱怨和埋怨 但是因为参加了这些课程 提升了我的生命 更是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做见证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在幸福小组看到的一个影片的感动 影片当中有一位火车铁道员 他为了救火车上全车的人 他就牺牲了他自己唯一的孩子 火车上的人有那种 冷漠的沮丧的人 就是我这种 卫性主义前的我 还有吸毒的人 其实这个影片我在三年前就看过了 只是三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如果是那位父亲 我才不会救那些不值得被救的人 我一定救我自己的孩子 但最近在幸福小组又看到这个 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发现我里面不一样了 我可以理解那位父亲 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那是因为神仙爱了我 我还在到处拜偶像 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都为我预备好了 因为孩子在出生之后 在一个大型医院的时候 住院了三个礼拜 医生就找我 把所有的仪器准备好 接他回家 并且告诉我教会要有心理准备 其实我当时很慌张 但是那神就是帮我预备 让他到 有很有爱的马节医院 来医治他救治他 甚至于 罗慧夫罗预缘基金会 也大力的帮助我 我在一次单张 他们罗慧夫罗预缘基金会里面 看到一句说 罗慧夫意思说 因着上帝的爱临到我 所以我必须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神啊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你让我觉得 你什么都帮我预备好了 尤其是 我担心我孩子长大这人 后未来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在我的家中 不远 走路五分钟就可以看到了 爱心家园 我当场 感动的泪流满面 回家跪下来祷告 谢谢主 你为什么什么都帮我预备了 真的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甚至于 在我还埋怨主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我一个 这么破碎的孩子 神就告诉我 亲爱的孩子 你试着在黑暗中点起一根蜡烛 当蜡烛烧完了 你又拿起立音根继续烧 你今天快要没有蜡烛了 你要再赚一些钱 再买一些蜡烛 你的模式总是燃烧别人 照亮自己 我命定你当电灯泡 当我的能力通过你 你就会发光 你只要一直保持与我连结 我要将 远远不绝的力量赐给你 你的他头再教会 我要请你来接上店员 主啊 我还不认识你耶 你就来对我说这些话了 真的是让我觉得 在我每一次不同的困难当中 我更是不要停止对 停止对神寻求帮助 因为我的困难就一一被他挪去了 现在的我如果有软弱 很无助的时候 我只要举起我的手 祷告 说主啊 求祢帮助我 求祢医治我 我的心里面就会有真正的平安 和喜乐 谢谢主 因着我愿意与祂更多的连结 祷告 上帝就改变了我 让我经历祂的信实 祂的爱 也更因为祂对我的这份爱 让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成为祂最好的器皿 谢谢大家 我的神真的是好神 一切荣耀送赞归给神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家人